各位朋友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频道和我一起来学习FL Studio 上期我们讲了如何去对这种声音 或者对某个音符去调整它的力度 或者这种单独的这个声效 我们这一期呢就来进一步说一说 如何通过自动化的方式去控制它的声效 我们经常在音乐当中会听到一些声音 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的这样飘来飘去 那么在水果当中如何去制作呢 我们先随便输写音符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啊 放在我们的这个pattern这个栏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边有两个旋钮 这个旋钮是控制这个乐器的音量的 这个就是控制这个乐器的声像的 我们点击要控制声像这个地方 点击右键就会出现一个Great Automation 就是创造这个自动化曲线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这边就出现了一个线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随便的去画了 点击右键增加这个小点 然后我们随便去画 好画好以后呢我们来听一下 慢慢的去根据我们这个声像的曲线 它的声像呢就会做相应的改变 好这期视频呢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